另外一方面政治消息来关心的是 马总统还有吴敦义到南投为李朝青复选 结果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李文中他又出招了 这一回他找来了25年前 遭到江青梁杀害 这是张化角头张坤宝他的女儿 痛批江青梁根本到现在还是黑道 那么甚至还传出呢 县党部的主委也曾经遭到恐吓 不过我们看到前来站台的立委里头 包括有蔡黄郎还有前县长林宗南 他们都是长期在生根南投基残 也不讳言在选举的场合上 真的也曾经都碰过江青梁 李文中反击江青梁记者会 同党同志倒戈 第一步找来25年前 遭江青梁杀害的张化角头张坤宝女儿 我心里的痛苦还有我家人的痛苦 已经陪伴我们太久了 我不想这个痛苦在我们家人 还有就是我们继续痛苦下去啦 张坤宝女儿一边痛批将青梁杀害父亲 一边握紧李文中的手力挺到底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告诉你 我就是民国73年的时候 我希望说真的南投人 会投给这个李文中先生 现在还传出了不止草屯党部主委黄文君 就连县党部主委也被口吓 中央党部对我是很关心 所以说他们一直请我先去备个案 但包括来站台的立委蔡黄郎 前县长林宗南等人 在南投参选深耕基层多年 难道都不认识 也没要求过江青梁的支持吗 对他所有帮陈水平助选 印象不大 但后许有啦 后许他也是一般民众支持陈水平 后许有 总部成立大会上还有同党同志 包括了高雄县长杨秋鑫 甚至连托党参选的对手 前立委张俊宏也来相互拉抬身世 李文中拉高炮火 对准到南投辅选的马总统吴敦毅 找来被张青狼杀害的受害者家属 但对是否曾寻求过张青狼的支持呢 所有的人都坚持只是点头直交 中天新闻李孟章朱写明 南投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